S是勒布后最强运营阵容之一 主C阿卡利大招贴脸下掉斑雪 负C死哥随机跟大直接炸死 没有后排能活得下来的阵容 一分钟阿北丹尼学会唱跳双C 阵容组成是这样的 莉莉亚 纳尔 铁男 妮扣 KDA 阿卡利 死哥这六个人是固定的 当天选是裁决的时候 七八人口是上阿木姆和威古斯 组成四裁决为主的阵容 如果天选是五杀乐队的时候 七八人口是上约里克和炸弹人 组成以五杀乐队为主的阵容 但因为这个阵容双C的天选都能拿 所以你还可以拿KDA的天选 如果是KDA天选的话 你可以上锤石和阿里 组成以五KDA为主的阵容 这三个变阵里面 四裁决的强度是最高的 五杀第二 KDA是最弱的 具体用哪一套 就看你拿到的唱跳双C是什么天选 这个赛季节奏很快 有就先用 不用硬等的 装备方面主C阿卡利 双阵益搭配探坦或者杀能剑是最好的 没有第二个阵益 也可以用银血代替 凑出双C AP主C死哥青龙刀比赔 剩余两件可以选择大天使 破防法暴等法强装备 或者再给死哥配个头盔 和青龙刀一起增加启动速度 虽然裁决是自带技能暴击 但法暴也是可以出的 因为现在的法暴多加了一个词条 携带者的技能已经可以暴击的情况下 会转而提供10%的额外暴伤 所以收益还是很不错的 剩下的装备根据刷到的天选 分配给阵龙里的其他椅子 站位上是这样的 不管什么变证 羁绊里都有3KDA 所以原则上具体还是要看KDA的格子来站位 对位上阿卡丽会非距离他最远的单位 所以可以通过调整站位 来稳定跳对手的后排C位 伤害不够 打不死也没事 死哥的技能会对生命质最少的单位出手 唱跳搭配 后排干费 推荐的天选赛季之星有这几个 阿卡丽的裁决 死哥的裁决是最优的 推荐的强化符文有这几个 那么这么强势的S式阵容 要怎么稳定是刀烂粉呢 开局先想好要硬王一把 2-1-4 2-5-5 可以用三超级粉丝搭配KDA过度 大概这样就行 尽量走连胜 3-2-6补充击半弧不地牌 有合适的2-3费天选的时候 比如天选纳尔 天选妮扩的 可以选择把1费的天选卖了 去提升三阶段的战斗力 3-5或者4-1-7 因为现在7级第4费只有10%的概率 并且递不到4费天选 所以我们7级只补充羁绊不地牌 连胜的情况下 能换更强的天选还是要换点 再连败的话就不换了 会亏经济 一般拉8以后只要有40以上的经济 就可以选择拉8了 正常的时间点是4-2 最晚是4-5阶段 接下来就是大帝 找阿卡丽和死哥的天选 和其余体系牌的两星 注意一定要卖天选帝 不卖天选的话 你是第4次出一次天选 而卖掉的话 你每帝都会出天选 因为卖天选帝会降占力 所以拉8这一波一定要快速成型 然后根据天选 去选择三种辨证中的一种 搭配上阵容 确保两星死哥和阿卡丽 然后再加上其他边缘牌的两星之后 就可以存钱上9了 上9以后可以上Sona等功能成卡 成型以后的死哥阿卡丽 凭借着优秀的技能机制combo 可以轻松地解决对手的后排 来打赢团战 是S时当之无愧的后排杀手 想要开服上大分的观众们 绝对不要错过这套上分阵容 记得点个收藏 开服上分阵容 多回一套就多一种办法 我们的王者团队阵容测试 还来继续 下期视频见